這件事情真的來得太突然 因為其實整個青鳥行動 對國民黨跟對民眾黨的年輕選票來講 我上禮拜也跟大家報告 就是在這個行動之後 我覺得對民眾黨是大傷 因為民眾黨很多年輕的選民 都對於國會裡面的表現 我覺得太急了 我先跟大家報告過我的看法 可是王毅川事件之後 讓整個情勢現在突然就凍結在那邊 因為總是有個答案 你有沒有勤搜人民 這個變成是另外一個話題 那如果最後證明就有這樣的技術 有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我覺得對對民進黨跟對青鳥行動來講 是一大的傷害 簡單跟大家報告了 因為王毅川他現在目前的說法 已經變成是用比對的 就是說我用想的 我用看的 我用去走的 那明顯五一九的這個 就是小草的行動 在北平東陸都是男生 但是青鳥行動有很多女生 所以那就是不同群 那你一開始是這樣講 我去看那些人都不同行 口音也不同也就算了 因為第一時間在節目上面 清楚講到是透過手機 透過基地臺的啦 對不對 這個騙不了人的嘛 所以一開始是這樣講 然後第二部分跟大家解釋 是我也被說服啊 說確實這大型行動 可以對於性別跟年齡去做區隔嘛 但是你進眠年齡做區隔 是為了瞭解說 我的以後在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如何增加我的人潮 COVID-19這兩年 我的理解是這樣 因為我去問了一些相關電信業者 跟這個新北臺中 跟這個臺北市政府嘛 就我們要瞭解說 到底我們怎麼把人潮吸引回來 所以它是女性 可以吸引女性的 包含我們可能這些下午茶啦 蛋糕啦 甜點啊 還有這些美妝啊 如果是男性 如果是外國人 士林業是有沒有很多外國人回來 就用這個判斷嘛 是國內的手機門號還是國外的嘛 這個是拿來做這個事情的 是增加這些觀光人潮的 可是這些都不是包含五一九跟五二四 好那第二個我剛剛講 他還講說跟太陽花比 或是跟這個一月十三號選舉前的選人之夜的 也不一樣 那你就表示你已經掌握很久了嘛 對不對 你連先前的資料都有啊 所以這個時候就跟大家講 是誰下單去做這個資料 那沒關係 現在目前最新的說法 王玉川的說法是都沒有這些東西 他手上都沒資料 他只是看判別 所以顯然 因為檢察官已經分案調查了嘛 他到時候出庭的證詞 可能就會是說 我是自己想的啦 那我不知道這樣過得了關 過不了關 其一 其二就是謝榮介講那個 我大概也能理解 為什麼謝榮介當時 他講話說電子台被罰 而這次看起來變成是個人意見 言論自由 因為王玉川是講說 他看到這些資料 好像都是這樣嘛 他沒有講情勢單位嘛 那謝榮介當時講說情勢單位 在掌握那個韓國瑜的 他是情勢單位說沒有 所以他就他就次第開罰 觀眾朋友 因為電視台也播出了那一段 雖然也是來賓的談話 當時謝榮介不是來賓嗎 他當時還不是立委啊 所以來賓談話有錯的時候 或來賓談話被證明 不正確的時候開罰了 那為什麼這一次 這個電視台沒有被開罰 所以NCC很簡單 他趕快開罰 開罰才能襲眾怒 情勢單位什麼時候承認說他有啦 情勢單位絕對不會承認他有嘛 我以前辦過很多案子 就是以前早年國民黨把情報員送到大陸做工作 後來被抓了 被關了 後來放掉 希望回台灣來 通通情勢單位都不承認他們 這不是我們的情報員 沒有這個人 幫你工作 搞得很慘到後來 下場非常慘 然後現在要回來 不給他回來 很多這種情況 我處理好幾次這樣的事情 情勢單位都不會 你看那個007不是跟你講嗎 你被抓了 我們通通不承認 通通不承認 所以謝榮介說 情勢單位有掌握行規資料 情勢單位說對 我沒有掌握行規資料 情勢單位可以這樣承認嗎 這樣就罰謝榮介 這合理嗎 我覺得這實在 我聽說是個笑話 這很好笑 立方兄 喬治歐威爾寫了一個政治小說 在一九八四 裡面最有名的那句話 就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大哥 老大正看著你 老大看著你 其實每個人心目中 其實都有這個 都有這樣的一個陰影 手機會不會被窃聽 你在家裡打電話會不會被窃聽 尤其政治人物 或者是常常上電視的名罪們 其實如果有陰影嘛 那你說一般百姓有沒有 當然有嘛 你看好萊塢的電影裡面拍多少 那全民公敵裡面 就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這個呢 這件王毅川講的這件事情 是加深的一般的民眾對老大正看著你 正在監視你 這件事情其實是有強化作用的 因為王毅川講 因為其實我上個禮拜在這邊就講過 就四個時間點嘛 太陽花嘛 剛偉翰也講了嘛 還有民眾黨的招勢 選前的招勢嘛 是不是 五一九 然後加上這個 選前置業 然後這個 五二四 所以你有這麼多的 你有這麼多的這個 你講的時候 同時講了四個時間點 四個重大的集會 那你聽起來不像是隨便說說的人 而且王毅川在電視上 我看他講話是很認真的 不太像是會隨便開玩笑的人 雖然他講過大陸高鐵 好像是沒有靠背了 是沒有背了 被人家嘲笑以外 我覺得他講的時候是很認真 尤其講這些的時候 他是充滿著自信講 而且講的時間很長 包括說幾歲 二十歲以下的人 在那百分之多少 都講出來 所以這件事情 王毅川其實你在講什麼 我覺得一般百姓相信度 除了是非常勝率的人 一般百姓相信度是很低 所以我只是講說 你檢調單位 現在既然在調查這些事情 你們真的要好好的調查 因為百姓信眾的那個陰影 不會隨便被扶弄 然後就忘卻了